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MAA有一次大马汽车联合工会 他们有预计去年是马来西亚汽车销量的历史新高 全年卖出了73万辆 可是在2024年这个销量会有下滑 就是会跌到68万辆 那么在最近MAA召开的记者会就公布了 马来西亚2024年上半年的汽车销售成绩 你猜是涨还是跌 其实对比去年同期还要涨了6.6%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买车呢? 我相信主要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新品牌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有很多品牌在丢discount 那么中国品牌有没有影响到前5的品牌强势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2024年上半年 马来西亚5个最畅小的汽车品牌 第一名是Perdua雷打不动的 而且它的销量对比去年还有一个很大很大幅度的增长 在这边先卖一个关子 告诉你Perdua是5大品牌里面为2 他们在对比去年的销量获得增长的品牌 那么还有一个是谁等下会讲到 那么先讲一下Perdua Perdua在今年上半年卖出了接近17万台的新车 这个数量是很恐怖的 然后他们在马来西亚市占率也提高到43.5% 已经差不多接近一半了 而当然讲到这边可能会有很多人讲 因为Perdua的车卖的便宜 所以他们才可以卖那么多 这个其实是对的 因为Perdua一直以来就是主打它的廉价车型 目前根据这个Data.gov.my的信息呢 Perdua最好卖的车款就是Asia跟Bezza 其中Bezza每个月可以有6000台到7000台的销售成绩 当然啦有些朋友可能会讲这个Bezza卖的多是因为很多人买来做Grab 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Bezza同样卖的多 而且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就是 今年其实Perdua还有一款新车还没有发布 就这款车就是传说中的这个D66B SUV 也就是Yaris Cross的双胞胎兄弟啦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预计售价会在73000块起掉 我相信呢这款车型发布之后呢 又会是Perdua的另外一个爆款 所以Perdua今年有没有机会冲击30万大关呢?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名同样的也是来自国产汽车知识商Proton 如果Proton跟Perdua加起来呢 他们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50% 可是Proton在2024年上半年的销售成绩呢 对比2023年呢是有稍微下滑了4000台的 它的市占率从原本的20.8%跌到了19.5% 所以为什么Proton的销售成绩会跌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Proton啦 Proton其实在这两年是非常的激进的 他们推出了很多新产品 像是去年就有这个S90跟这个S70的发布 不过这个S70 Sedan呢 它是在2020年才开始交付 它在今年前半年的累计销售成绩 已经突破了1万两的大关 如果以一个全新的品牌 而且售价才要超过7万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呢这个Proton S70呢 它的这个销售成绩出色呢 却掩盖不了Proton S50跟Proton S70销售成绩的下滑 其中S70是销售下滑最严重的车款 不过呢 据悉呢 其实也不是据悉啦 就是官方已经确认了啦 就是这个大幅升级版的Proton S70 会在2024年的下半年发布 所以我们预测呢 这个Proton S70呢 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Proton下半年的主力车型 那Proton S50的表现呢 其实Proton S50在不久前也推出了一个升级版本 虽然讲外观跟内装的设计上面没有差别 但是它的配备却尽情有一个提升 然后我也最近有跟销售也稍微聊一下啦 他们表示呢这款车的销售成绩其实还不错 在这个6月份呢 它就回到了1700台的大宽 从这个HRV的手上抢回来的这个B segment畅销宝座啦 不过如果你只是看2024年上半年的成绩呢 HRV 还是马来西亚B segment卖的最好的车款啦 那么对你来讲的话你会给这个Proton的新车一个机会吗 不过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Proton在今年呢 最后一款新车就是这个S70的升级版本啦 所以如果它的下半年的销售要真正的话 主要的还是看目前的车款表现如何 马来西亚汽车销售版呢第三名呢 就是这个国际汽车龙头Toyota Toyota 在2024年的上半年呢也卖出了4万多辆的新车 这个成绩也是非常不错啦 但是呢对比去年同期呢是稍微下滑了2000多台 它的市占率也跌到了11.8%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销量出现下滑呢 首先呢这就是这个Vios啦还有Veloz等车型呢 受到这个Dihatsu的撞击造假事件影响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这个Toyota是停止出货这几款新车的 一直到日本政府放行之后呢 他们才开始恢复销售一些新车啦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Toyota Corracross 的销量是有一点下跌的 同样的对比去年呢它下跌的幅度也不小啦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新销量会下滑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我猜测是因为这个升级版的车型要推出了 所以原厂在产量的部分呢是有做一点控制的 不然的话就会太多stock clear不到 然后等一下孝顺又来骂我是不是 不过呢在今年呢他们其实也是有几款新车要发布的 就我所知呢除了我该提到的Toyota Corracross 的小改款之外呢 Yaris Cross 也是会在2024年的下半年发布啦 不过它对比Produce 的版本它的价格会有稍微上涨一点点 另外呢最近也有听到一点点小道消息 就是Toyota 的 Corracross 也是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这个升级版本升级什么我就暂时还不清楚啦 等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会跟大家提示一下 我刚才有讲到马来西亚的前五大品牌里面 只有两个销量是增长的 一个是Produce 接下来就是要讲到的品牌它就是Honda 其实Honda 的销量有增长是让我有点惊讶的 因为其实这几年Honda 是相对安静一点的 在今年的上面呢 它们只是有一辆City 的 Hatchback 的 Facelift 版本推出市场 那么为什么呢它们的销售成绩可以上涨呢 而且涨了蛮多 涨了快5000辆哦 对比去年同期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在去年跟今年发布的新车呢 都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率 例如讲Honda CR-V 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C Segment SUV 车款 然后前年推出的Honda HR-V 也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V Segment SUV 车款 然后这个Honda City Stine 跟Honda City Hatchback呢 两者的销量相加也超过了1万两 所以这个成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重点是我刚才前面有讲到对不对 这个 Toyota 的销量是有点下滑的 但是Honda 有增长 这个就可能预示着呢 Honda 吃掉了 Toyota 的 Market Share 而且根据消息指出呢 今年 Honda 呢 是预计它们可以卖出9万辆到10万辆新车 所以相信它们在今年的下半年呢 应该是有一点点的绝招要出来了 所以大家猜一下 Honda 还会有什么绝招呢? 不过也必须称赞的就是 Honda 的 Marketing 还是一如既往的墙啦 靠着这些车款呢 它们还可以获得这个销量增长 我觉得真的是厉害 其实在马来西亚销量最高的四大品牌里面 它们的市占率加起来差不多就是 马来西亚汽车总销量的75%了 剩下的一些饼干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这个厂商去抢啦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的第五名的品牌咯 它去年全年是第六名 今年威生的一个位置 它就是 Mazda Mazda 的销量成功 再次反超 Mitsubishi 成为第五名 可是对比去年同期呢 它的销量是稍微有一点下滑的 它从原本的9500多台跌到了这个8200多台啦 它们跌了也有1200台左右啦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 其实这个 CS30 在CKD 的版本发布之后呢 有非常高的订单 所以原厂在消化这个订单的时候呢 它们的销量也有所上涨 而在今年呢 这个 CS30 的订单其实消化到7788了 然后这个 CS5 小概款车型的这个销售实力还没有出来 所以就导致它的销量有所下滑啦 不过同样的在今年 Mazda 也是还会有一款新车发布 就是这个 CS60 不过 CS60 据说它前期会以CPU的方式在马来西亚翻售 后期才会CKD 而且这款车主打的是一个高端市场 所以以它的价位来讲应该没有办法走量 那么未来呢 Mazda 要走量的车型呢 应该还是这个 CS30 跟着一个 CS5 那么这两款车型会有什么激动人行的动作 来提升它的销售成绩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OK 那么现在就要回到我开头就讲到了 这个中国品牌的大举入侵呢 是不是会影响到五大品牌的销售成绩 严格来讲 你可以讲有 可以讲没有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首先如果以中国品牌的产品价格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是影响不到 produa 的这个市场份额的 那么影响 Proton 是会有的 所以今年 Proton 的市场份额是有稍微下跌的 我相信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像是 Omoda 啦 GS3 MZOM 等等的 B-Segment SUV 市场 抢掉了这个 S50 的市场份额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 S50 去年它的销量可以维持在3000多到4000多台 但是到今年只有1400到1800左右 所以这一部分的份额可能就去了 Omodafy 根据 S3 那边 那么接下来呢 三个日本品牌 Honda Toyota 跟 Mazda 的部分呢 其实它们的市场份额还是差不多 因为虽然讲 Toyota 跟 Mazda 的销量有所下滑 但是呢 这个销量下滑是被 Honda 的销量增长所覆盖的 所以这个数据呢 就有可能指出是这个 Toyota 跟 Mazda 的潜在消费者 跑去了 Honda 就这样而已 所以中国品牌很强 但是暂时还影响不到 Top 5 的地位啦 就是有 Proton 稍微被影响到啦 不过我相信作为国产品牌的 Proton 呢 它们的市场策略稍微调整一下的话 这个市场份额它们是抢的回来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我们不要忘记哦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 汽车销售成绩对比去年是上涨的 所以这些上涨可能就是归功于中国品牌 而且有一个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 Cherry 呢 已经挤进了马来西亚十大畅销品牌之一 所以你再给它努力一下 搞不好它有机会挤进前呼 OK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的影片内容啦 那么在五大品牌里面 今年你们 support 了谁 买了谁的新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OK啦 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啦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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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 怎么回答 你抺乱了 有 RICH